好 这一场大地震等会造成许多民众家园毁损 那么佛光山月光寺第一时间给予协助 并且提供善防让灾民安置 那么师父们对民众悉心的关怀 还提供了营养的丰富膳食 让灾民感受到温暖 长达12天的收容任务远晚满城 那么吉安乡长游淑珍是特别感谢月光寺的慈悲跟善心 陪伴受灾的民众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刻 大地震造成民众家园毁损 佛光山月光寺第一时间就提供全新的香客房间 作为收容安置所 不分吉安华联市收封箱 无微不适提供住宿饮食陪伴还有心灵辅导 希望可以陪伴灾民度过艰难时刻 正好碰到0403的地震 那常住这边呢特别只是赶快成立一个安住中心 让很多受灾的人能够赶快有个地方可以安住 这几天我都陪着他们一起用餐 然后他们的近处都会关心他们 我真的感觉到看他们我觉得来这里是有缘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到寺庙来这边安住 有菩萨的加持 我想他们看到他们的身体的一个变化 就是脸色的变化 看到他们得到一个安住 菩萨的加持 强达12天的安置与关怀任务圆满达成 简安祥长游淑珍再一次前往月光市 向师父们表达感谢之意 再次感谢佛光山月光市到位的让我们的灾民 安心的居住 提供非常热腾腾又鲜美的这个食物 跟我们的心重大的来做一个安心 在4月3号地震当下的即使 有太多的红单以及无法居住的乡亲就安居在月光市里面 在今天圆满之后所有的受灾户他们衣亲他们租房子 他们找到了定点 那如果还没有有定位的家户 我们也前几的后续来到圣地慈慧堂总堂的我们的相访 来予以做接力式的安置 所以我们感谢社会友爱 在这段时间里面 无管是送物质送餐送水送温暖送关怀的每一个人 有你们真好 在月光市安置期间 师傅们和志工群带给送灾民众无比安全感 现在收容工作要告一段落 乡亲们感到非常不舍 都在大海报上写下内心的感动 向师傅和志工们表达无法言喻的感激 月光市妙讯法师也欢迎大家常常回来 到月光市礼佛和师傅们聊天话家常 记得徐丽琴节相报导